这是秦国灭魏的最后一战 二十万秦军浩浩荡荡来到大梁城下 可魏王却对此不屑一顾 魏王倒也不是自大 关键是这大梁城的确一手难攻 光是城墙就有好几辈人在不断加高加固 即便是秦军来犯 都得把工程器械改装一遍才能用 更何况还有举世无双的魏武族 就连储备粮都足够全城人吃上三年的 可以说是毫无后顾之忧 而秦军即便加高了临车 派出最勇猛的士兵 也依然冲不破魏武族的严密防戒 随着邻车一个个倒下 秦军的工程装备已经死后殆尽 眼看工程锤的撞击越来越猛 魏军果断扔出一堆火油 再拿火炉一点 城下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小小的魏国竟让秦军在一天之内 损失了三万精兵 还一点便宜也没占到 这个局面完全超出了嬴政的预料 万分交集之下 嬴政突然想起一个人 或许只有他才能逆转局面 宗将武安军 所有的战报 信函 检测 监狱管人打来 不 嬴政连夜查阅战身白起的作战记录 终于找到了他当年水淹大梁的假说 只要挖去远处山谷那几个高地 顷刻之间 大梁便可葬身河底 独腹而存 嬴政立刻按照白起留下的秘籍 命人把水引向大梁 城里顿时汪洋一片 卫王简直难以置信 怎么短短一夜之间 自己的国都就变成了水族馆 事已至此 也只有尽力抢救粮食 让活下来的人全都到宫殿里避难 然而大灾之后必有大意 人满为患的宫殿 很快就成了大型细菌培养敏 眼看丞相病入膏肓 卫王实在撑不住了 只好向秦军投降 秦王灭位之后 很快就确定了下一个小目标 灭除 却没想到这一开会 大家竟然吵起来了 还险些让秦国损失意愿大将 在这一开会儿呢 我看下一个小目标 我看下一个小目标